今天跟大家聊个事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段视频 是一个外国顾客 来到咱们国内一个超市购物 在收音台店里监控拍起来的一幕 咱们先看视频 这是双方到江了以后 男顾客的表现 直接把东西一摔说不买了退钱 然后女店员说要报告叔叔 听到这儿 后续据说男顾客直接跑了 大家可能好奇 为什么他们会发生这样的争执 更完整的视频录像我看了 大概情况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位男顾客到了收音台之后 就一脸嬉皮笑脸的 让女店员摘掉口罩 让他看看长什么样 表情言辞都比较轻挑 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女店员一看这个人是这个态度 就不想多搭理他 就赶紧的扫码收银 可是外国顾客不依不饶的 一定要让他摘下口罩 女店员说不想摘 然后对方就说 你不摘就是因为长得丑吧 你能看见我 我没戴口罩 然后逼的女店员只能说 那你也可以把口罩戴上 对方还是没完没了的 之后就发生了 开头给大家看的那一幕 这个事情我看了之后 第一感觉就是女店员没有错 人家在做自己的工作 戴口罩怎么了 这是人家的自由 无缘无故的来了个老外 就要求别人一定要摘下口罩 还言语那么轻挑 是要调戏人家还是怎么着 女店员就不摘口罩 没毛病吧 最后男的斗手摔东西 这个就可以直接报告输出了 店员做的也没有问题 可是当我打开评论区震惊了 当然是有人跟我一个观点 支持女店员的 但是竟然还有很多人在说 她不要怎么了还报警 不要就算了吗 大方一点吗 热情一点不好吗 何必那么认真 这女的装 还有很多这样的评论 然后我就纳闷了 难道在一些人眼里 老外说轻浮的话 那就是开玩笑 对待老外 我们就要态度放开一点 对人家热情一点吗 这是什么道理 还有的人总结发言说 都是中国人给惯的 猜他有几个中国女朋友 这几句话说出来 我想很多人听了 也要默默的点头了 那我们就不妨开诚不公的 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不可否认 我们中的确有些女性 见到外国男士走不动道 崇拜的不得了 觉得只要是外国人 就有个天然的滤镜 我就认识这样的 记得当时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就有女同学口出狂言说 直找老外男朋友 多年前 我在某教培机构教课的时候 有个外教 其实个子不高 也不算长得有多英俊 但据我所知 她好像是有几位女朋友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诧异 我不知道这些女孩子都是怎么想的 难道为了找个外国男朋友 连道德和尊严都放弃了吗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 评论区有人说什么 都是中国人惯的 也不是说一点依据没有 只不过 我认为她的话 是有煽动性和带节奏的 因为不是所有的中国人 都是这个样子的 更加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这样 所以这样的评论是以点待面 我们还是有很多人三观很正 不会重央面外道 见着个老外 就走不动步子的地步 就比如今天我们聊到的 超市里的这个女员工 人家可没有说见到老外 调剂就嬉皮笑脸的 另外我再说一下 评论区有人说的 老外就是在开玩笑 那我想问问了 你一个老爷们 会这么对年轻女店员开玩笑吗 问问你媳妇 她会认为你是在开玩笑吗 再想想 如果这个老外面对的是 你年轻的女儿 你还会觉得这是在开玩笑吗 有些人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为了帮外国人说话 连基本的道德底线都忘了 开玩笑不是这么开的 我们中国女性不是随便就可以这么被调戏的 如果这个女店员乐乐呵呵的摘下口罩 还不知道老外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摸摸手呢 有人一直因为个别跪舔的女性的行为 而以偏概全的批评广泛意义上的中国女性 借这个机会我也想说 那种见到老外就留哈喇子的女的室友 但她不是我们所有的中国女性 别再说是我们中国人给惯的 坏人也不光是惯出来的 她是天生一肚子坏水道德低下 另外那些跪着站不起来的女性朋友 看一看视频里边的是不是谁认识的谁的男朋友啊 你们知丑吗 最后我想说在国外我们很多华人华侨 都是被歧视被欺负的群体 那是因为在国外人生地不熟 文化语言不通 这也是有原因的 很多同胞有些时候不得不忍气吞声 那么对比看看有些老外呢 到了咱们的土地上 虽然我们中国人素质高 一般不会有意欺负他们 但是也不至于他们要反过来欺负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吧 是谁给了他们底气啊 我认为就是我们中一些一直以来崇洋媚外的人 如果我们可以更加理性客观的看待外国人 不需要过分的给他们优待 更加不需要在大街上看见了还要拍摄合影的 给人的感觉好像我没有多崇拜他们一样 或许就不会把他们灌成这个样子了 灌这个字呢用的也没错 谁灌的谁最好把态度纠正一下 因为风气这个东西是潜移默化的一点点养成的 我们要是一个个的都对老外逆来顺受 以后当街敢调戏妇女的 欺负中国男性的等等的 是不是都会多起来啊 所以说咱们做人要有点骨气 我们有了骨气 那些德行有亏的外国人就没了底气 大家说对吗